他住在市區黃先生 家裡成員就一個人 所以預算他覺得高一點吧 兩到三百萬 哇 真的是不少欸 哇兩三百萬 基本上是單身狗 所以呢 外型希望車子是年輕又帥 熱愛爬山旅行 希望車子性能 又必須可以翻山越嶺跑著動 大家要推薦什麼樣的車款呢 蘭尼克先承認這位黃先生 就是你畫的名字 因為黃也是一種顏色 好不好 大家舉起來 我們看到黃先生適合買什麼樣的車 我跟你講 你告訴我們集聚到兩百三百 就三百有找 其實這個選項非常的多 我們來看看 童哥寫的是什麼字 Range Rover Evoque 好 然後 GLC300 Coupe 然後插譜 然後我們看看 Tiquang Tiquang R380 還有Defender 90 蘭尼克 所以你給自己的答案是Defender 90 為什麼 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 要帥 不是 第一個 注視區 注視區 注視區已經是一個條件一了 然後第二個 他的預算 竟然買車是兩百到三百萬 這麼大的一個Range 就表示他是三百萬 是可以應付的來的 然後再加上 因為注視區 你買車可以買三百萬 那真的是 你不用去懷疑他到底買不買的錢 然後再來 竟然是個單身狗 單身狗 但是表示他的所有的預算都可以集中火力 在同一個車子 不會有女人浪費你任何錢 尼克你怎麼哭了 不是 應該是尼克的車友 對啊 然後這樣子的話 然後又喜歡熱愛旅行 那基本上呢 就要選一個好一點的車子 因為這個預算真的相當充足 對 那你今天如果說出去熱愛旅行 去爬山這樣的話 那當然要開一輛就是不會 應該說開一輛是 你到哪邊都不設限的車子 因為基本上這種條件 你真的要哭了嗎 不要這樣 基本上這種條件 夜明的給他秀秀 這種條件的需求 就是說真的都是說走就走 說走就走 沒有什麼怪 對 沒什麼感覺 你那個走是去玩還是 出去玩啊 所以就是你想要三點出發 還是凌晨三點出發 還是你要週末加在出發都可以 因為你不需要去等誰 或等誰 你想走就走 然後這種都是往深山野嶺去跑 如果喜歡戶外運動的話 真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選90 因為110比較長 那你可能有些秘境你覺得射線 那你如果要去一些 要經過溯息才會到的地方 也是一台車都可以搞定全部 然後甚至你要 你不想不想搭帳篷 直接睡車上 這種車子一車也是搞定所有的事情 所以看起來這位藍先生 不是 這位黃先生 Bitfender Day到90是不錯的 也帥對不對 預算有到兩三百萬 我覺得很能選 如果你說要像他這種秘境的話 統哥的系列跟你比較近 EVOKE對不對 EVOKE也是帥帥漂亮漂亮的 沒錯 EVOKE其實我覺得更適合 這個顏色 有顏色的先生 黃先生 藍先生 藍先生 那個黃蓮藍 那因為只要 因為他是住市區 我覺得EVOKE的尺寸更適合在市區跑 那如果你看 如果他其實統哥覺得真的會喜歡爬山旅行 好沒關係 他去找別人 那他要可以翻山越嶺 其實我覺得任何 Land Rover或Range Rover都有Offroad的功能 所以他除了有漂亮的外觀 像Coupe一樣的造型 他又可以翻山越嶺 所以我覺得這部車對這個黃先生來說 非常適合 對 正越也協同的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這樣的條件下 德哥竟然推薦的是大維哥家那台 沒有了 大維哥是入門版 我推薦是R380 我剛剛開起來是天跟地 真的是天跟地 對對對 這台是天是不是 我本來因為他三百萬 我本來是想推薦MACON 但你知道MACON272萬 那是起喔 舒適照明你知道 就女生那個化妝鏡 那個燈就要一萬多 他單身狗他不選啊 他竟跟他教他都破了三百 所以我們把其他的錢省下來把妹 我們直接買這一台 不用兩百萬的 那他講翻山越嶺 他沒有講他要去off roll 那提桿的R380 是我覺得真的跑格 就是針對跑格 運動性這件事很強烈 你發動引擎的時候 那個四缸引擎已經調的 那個跑車聲浪已經很明顯了 而且重點是 他搭配他的序列式雙離合器 自首牌 他這樣拉轉送 然後升檔 就是檔位接合 他會砰一聲 你會覺得哇很過癮 然後再來就是 他的底盤沉穩度 跟懸吊的那個Q度 真的調的剛剛好 而且他除了有一個EDL 電子防滑差速器以外 他還有XDS 就是主動線滑差速器 所以你在過彎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哇這一台車 那個貼地性服貼性好 指向性又精準 再來就是行 因為他是R-line 就是有一個空力套件 運動性就已經很強 坦白講 我覺得你開這一台 如果你本身人品又好 他會有加乘的效果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遠離單身了 真的嗎 但是 給藍先生一個參考 但是絕對不可以Off-road 因為我有試過 這台是不能Off-road的 變成P-line 因為R不進去 可是因為他的R-line 他就是沒有要讓你越野 他就是因為他懸吊形成短 然後再加上空力套件 他等於就是重心還是一台很低的SUV 對 那七哥那你推薦的就應該要 稍微讓大家翻譯一下 你可以不用擔心的 對不對 你推GLC300 對 還有X4 GLC300和X4 XDrive 30i 為什麼推這兩台呢 我覺得藍尼克通勤的 如果真的有300萬的預算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的話 很快可以脫單 為什麼我告訴你 因為這兩台車呢 雖然市場上比較主流的車啦 你住市區也有300萬 一定還是要有一些 讓人家知道這個身份地位是什麼 所以當然 還是要選擇起碼 跟廖雲廷一樣 要買一台BMW 但是呢 你不要跟他一樣買一台X3 他是結婚有小孩的 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吐他的痛處好不好 對啊 他是單身 對 所以要帥一點 不要買X3 要買X4 那個後面屁股這樣斜斜的 有沒有比較帥 就想過去拍一下屁股 對啊 但是拍車可以 不要拍女生的 那你可記得喔 好 那這個 你不要笑他 那對X4呢 X4 這個我覺得單身比較適合 不要買X3 買X4 那為什麼要推薦 他有300萬預算嘛 那就買30i 因為四輪傳動 因為他比較 想要去戶外走一走 有四輪傳動 以備不時之需 GLC一樣道理嘛 對 GLC你就不要買那個五門 五門一般版的 你買五門Coupe的 對 因為他是單身汗 對啊 單身汗 要帥一點 後面很帥 而且重要的是什麼 這兩台車 你在脫單之後 你邁入你的家庭生活 你還是可以繼續用五年 就很不小心 很快的有小孩 馬上就可以用 後面行李箱打開 還夠裝嬰兒車 對不對 那造型也是還有 保有未婚前的那種帥氣 所以也是不錯的 嗨 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看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 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 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